那个时候的感觉陈某下来跟我也聊到一些技术上的问题 就是李小夏强烈的旋转使他觉得 好球 哎 反手加厉 战术相对比较保守一点 可能他也是想试探一下 但是呢 这种节奏显然慢了一些 他必须在这种 小心谨慎 哎呀 漂亮 从整个比赛的情况来看 成别扭的地方 哎呀 这个球的发挥自己技术 这个球 加油 那一个球得分了 要丰富的队员吧 是 好球 总打在这种 对方的胸前位 好的 肯定会 加大很多 来了 哎呦 不比他少 如果他慢了 他也很害怕李小夏的速度过快 导致他没有时间去回击球 嗯 有些 技战术的环节上 可能陈某对李小夏也比较了解 好球 反手加厉 加厉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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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 接着进攻 哎呦 也成为了会上女子单打 这个项目当中 这个项目当中 战胜了 小将陈某 获得了女子单打的冠军 但是今天 这些